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說說內地新聞有什麼事 第一單都很緊張 因為有些內地電商企業組織了2000人來香港玩 但是說原來這個內地團 曾經在內地被公安 最少10個公安部門或政府部門發出警示 就懷疑他們是非法集資的 那這群會不會是詐騙集團呢? 湧過來香港玩 會不會在香港做了什麼 國家方面會不會又怎樣跟進一下 大家會不會被他們不注意 被騙到 蒙受一些損失 那究竟內地這種詐騙集團 非法集資的集團 究竟他們買什麼狐狼 買什麼藥呢? 我們稍後跟大家一起直擊一下 另外廣州方面有傳 有位非裔人士拿著菜刀挾持 那些清潔工人 不是吧?那麼狼胎? 在廣州啦 以我所知 其實在白雲區那邊 都好像比較多黑人 比較多非裔的人士 是啊 其實每個地方都會有的 其實不是說只是香港 或者只是哪裡 世界各地都會有 但是 這件事件搞哪一方 我們稍後跟大家一起直擊 另外蔡天鋒的案件 香港傳媒 星島那邊 繼之前 訪問了蔡武之後 他現在訪問了Chris 即是譚仔 蔡天鋒現任丈夫 星島這方面都幾不為餘力 我看到星島有報導 因為是東周 他做了一個專訪 內地傳媒 各大傳媒也有分轉載 究竟裏面說了些什麼呢? 因為其中有一環 大家都非常關注 就是坊間謠傳 洗黑錢 這個話題 Chris 他自己也有親自回應 究竟說些什麼 稍後告訴大家 另外 內地失業的數字 現在 歷史性新高 尤其是說到16至24歲的這群年輕人 究竟有多高 有多嚴重 稍後一起跟大家跟進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先說了蔡天鋒這件案件 又有些新消息 現在又說 前家姑 那件牛仔褲的DNA又說不是他 現在究竟實情是怎樣呢? 我覺得是要再一點時間去研究一下 因為 剛開始原先 5月8日上庭的時候 控方提出一些新的證據 你說不讓他保釋 轉過頭 現在又說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那個 再說吧 首先看一下Chris 現任丈夫對於香港傳媒的訪問 東周 他講一下 跟他老婆的 雙息經過 又講一下對於現在坊間傳聞 有很多很多傳聞 哇 誇張了 究竟他怎樣回應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看看 究竟Chris說了什麼 好 首先看看 這個 東周 做一個專訪 Chris 他自己 跟記者說回他跟他老婆 相識的經過 他說他會做一個好爸爸的 也對的 我覺得是需要的 Chris就說他自己一個很內向的人 從來不懂得感情表達 所以在這個極度傷痛的時候 都會交由去朋友面對傳媒 反而令到他的家人朋友 受到誣衊和兄弟 影響到他的生活 他覺得很內疚 所以 在這個機會跟他們說個sorry 並且希望平息坊間一直流傳的謠言 這個也是他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接受訪問的原因 沒辦法 坊間實在風吹得太行 有時候 之前說到 這樣又這樣 接著又說 真的是滿天神佛 好了 Chris他自己說 他說他出生在一個很簡單樸素的家庭 只不過是父母勇於創業 經歷過幾次失敗都沒有氣餘 最後跟家族成員 拼出一個迷線生意 你說他不懂得面對傳媒 說話都頗謙卑 他說他父親也是一個有軟健的人 賣了生意之後 把所有資產 放進了一個信託基金 以及做一些投資房產收租 這樣就可以過著退休生活 所以 有錢你也要適用 有些人就覺得有錢給你 然後你亂拼 那你也會拼了一天 那他這些真是如何生錢 所以也告訴大家 當大家有閒錢的時候 做一些投資 那些錢 投資了下去 然後生息 也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這也是正正 告訴大家 有錢 你們說 談仔很有錢 幾十億身家 他們也是這樣操作的 所以不妨 有時候大家看多一些 真的有錢的人 做事的方式 另外 說到家的收入 是靠這些信託和租金的收入 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這個位置上面 有人說他們為什麼一直都過著這麼奢華的生活 老實 每天 那個新家賣 當生意之後 那個新家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了 是不是 如果他們理財有道 在將這個位置 那麼大塊錢 再錢生錢 根本 難聽你說的 吃息也吃飽你了 當然 你說不是 我是一個很浪費的人 又豪賭又奢華又浪費 每天花十幾二十萬 李嘉誠的身家也不夠你撕 如果這樣撕的話 他也說他自己很簡單 因為 可能出身於簡單 窮過嘛 你經歷過低潮 你就明白到錢 不是那麼容易賺的 他就說 對於被標籤富二代 他說他自己其實都要做的 他說他目前幫他爸爸處理房產務的事 而說 來自爸爸持有租務公司的薪金 也是唯一收入 你不要以為他誇張 他說 我都要做的 我幫他爸爸搞收租的 不是 他爸爸的公司 支份量給他的 你不要誤會 你看他講話那麼囂張 收租都說要做的 不是 他幫他爸爸的那間公司打工而已 OK 他更加回應 怎樣認識蔡天鳳呢 他說他跟 蔡天鳳的前夫 鄺廣志 就是中學同學來的 原來真的認識的 好 對方後來轉了校 就 認識了 蔡天鳳 他原來是中學同學 但是 不認識的 因為 鄺廣志轉了校 他只認識蔡天鳳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疼的 他說他跟蔡天鳳有不少回憶 都是關於家庭和小孩 他說就算現在 每天都要照顧小朋友 但是她的感覺生活已經不同了 因為那種傷痛是很難用言語來形容 亦都忘記不了她 傷痛是很難平復的 這個也是的 她對她的太太的愛 她也跟媒體說她一定會做個好老公 我覺得如果是的 希望她能夠走得傷痛 將她對蔡天鳳的愛 能夠放在她們的小朋友身上 希望她能夠培育 小朋友成才 長大之後 可以作為一個有用的人 我相信蔡天鳳和蔡天之靈 都能夠安慰 希望她繼續努力下去 化悲憤為力量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另一件事就是之前大家都很熱烈討論一個話題 就是那個動物慈善機構 蔡天鳳每年捐很多錢 就著這個話題有人就覺得 用不需要 或者究竟她是不是涉及一些 非法操作 在裡面 Chris 她自己 跟媒體說 關於她和她老婆和朋友 創立這個動物慈善機構運作的情況 她說蔡天鳳是非常有愛心 生前很喜歡小動物 所以 當時聯絡了炮太 等其他好朋友 成立了一個 照顧流浪動物慈善機構 希望可以出錢 出力 去改善 社會上面對待流浪動物的問題 並且為了他們兩口子家庭以外的 活動 始終她本身自己有份工 幫她老爸做租務的情況 就好像沒有興趣 她說她自己比較內向 兩夫妻難得找到一個共同興趣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做一個借鏡 當然你說我哪有錢跟她做生意 跟老婆做生意 兩個人如何夫妻維繫的感情 首先大家找到一些共同點 共同興趣 這件事也是重要的 結果在悲劇發生之後 很多人就指責他們洗黑錢 她終於回應了 究竟她是不是真的有涉及這些東西呢 當然不會有 我們之前也說過 傻了 她表示 不存在任何洗黑錢或者欺詐之嫌 現在我們努力走出這個傷痛 因為有成員要接受精神治療 所以 他們都決定了停止慈善機構的申請 這樣 那又是 如果反過來想 你說 兩件事 你繼續要搞下去 如果你真的那麼喜歡 有些人一定會在這個位置抹 但是 遇到這樣的事 Focus 就不是應該聚焦在這個位置上 他們身邊要那麼多事要處理 你看到坊間有那麼多傳言 有那麼多事要說 警方依然繼續在搜證 整件案件一直都還沒完的時候 是不是 要繼續呢 我覺得是要繼續的 對於一些流浪動物的問題 是要正視的 香港那單都搞得很大了 是不是 有隻流浪狗被車輪滅爆肚的那單 我覺得 香港 不要說流浪動物 很多弱勢社群都是很需要 很多慈善的團體去幫忙 所以當然現在他們遇到這個問題 家人家突然產生巨變 首先聚焦下去 我覺得是合情合理的 他自己也強調 沒有洗黑錢 所以有些人會在這裏炒 繼續有些不同的媒體 內地人士媒體的人士 都會繼續在這裏質疑 為甚麼有些資金來源 他在這裏也跟大家說了 那些資金來源就是這樣來的 他把那幾十億 不知道多少億的身家 他家人 丟了下去 然後繼續營運 繼續生息 所以 他們在這裏質疑上 我相信他不存在出現的流動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上也打破了幾個疑點 會不會之前吹到 說蔡天鳳要賣樓救 譚仔一家 別人在這裏也告訴你 我根本的錢還沒移動 賣了盤的錢 我還在生錢 所以 又不存在這個問題了 很多謠言在這個位置上也攻破了 Chris他自己也說到會好好做人 做回一個好爸爸 他說就算過了幾個月 對他們來說依然是一個很艱難的時期 希望大家能夠給他和家人 牌子朋友的空間 希望大家能夠走出雙痛 回復一個正常的生活 他說對於一些網友的質疑 Chris的好朋友就表示 他說 他說他和他丈夫在18年已經認識 Chris的夫婦 後來成為形影不離的好朋友 說到 在這件事件大家都希望 以正事聽 這次的回應也說得比較清楚 所以有些事情就不公自破 但是反而 錢家姑的DNA 後子的外套又變成另一個新的謎團 可能會繼續跟大家跟進一下 首先另外再看看 內地2000人旅行團訪港 懷疑是一些層額式的銷售集團 現在 之前原來說過有內地公安政府部門 不是一個 是最少十個 都發出警示 懷疑他們非法集資 這件事是犯法的 殺了進來香港 情況是怎樣 因為有內地電子商務企業 在昨天 組織成2000人來香港玩 逗留香港兩天一夜 除了觀光更加會參加 在亞博館舉行的公司活動 就說有蘇永康做表演嘉賓 有香港媒體發現 01 就說這個企業涉嫌在內地做傳銷 內地最少十個地方公安或政府部門 多次對這間企業發出 關於傳銷非法集資風險預警提示 就指出擾亂金融市場秩序 損害 社會公眾利益 國家出手搞了它 是不是 既然他們都發出這些警示 這件事不行 如果殺到來香港 稍後有些人被他懷疑 你知道現在香港有很多內地客 來自五湖四海 一會兒收到封說這檔東西是香港的 或者他搞些鬍子 因為其實有人 是踢爆過這些傳銷 內地的傳銷 其實也是一個大雞棚 裡面他們會用一些摩蔭去洗腦 說到他們很成功 然後通常就會捆綁 做一些說給你聽 又是假婦婆現象 假的美好生活 全部在朋友圈上都會發出來 他們這次 有找明星 然後可能會發出這些 你看我們的成員 跟我們一起做 然後 就行了 發達了 明星都過來 有這些大把 因為那時候 有說過 他們那些高層 特地扔一些錢 很容易的 跟那些外國政界的人士 知名的政界 歐巴馬 騙手會那些見面會 有的 你給錢就可以了 然後他們就會拿這些照片出來 說到吹噓到自己的那些東西 連歐巴馬 他們都可以找得到 吸引了很多人 扔了很多錢 然後就蒙受損失 那這班團 有2000人 來自多個省份 不需要給團費 自由行的方式 由香港和澳門 公司安排他們香港住兩天一夜 團員來自陝西 湖北湖南等等 而說到他們一來到 經過鄉原遺口岸 就全部掛了家穩政 全部統一穿了白色帖 印著 科和康美再新 醫學的標語 這樣 更加在阿博 搞了一個 叫做富新生 換未來 龍炎系統 2023 中國港澳 招商企 遊樂大會 入面 我們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人士 都有出席 亦說到華爾 是 騙局 因為 我們未必知道這些電商平台 但是內地這些電商平台 多次 被內地政府點名 因為懷疑他們 去吸引非法的吸金 影響到內地很多人員 所以曾經 下了一些禁令 懷疑他們是一個 非法的 檔攤 覺得 不適當 涉嫌 一些違法的行為 所以但是依然可以繼續 雖然你看到內地很多公安 政府部門都可以繼續 給他繼續營運 所以 他說大家不要搞這些東西 但是好像未找到實質的證據 拘捕他們 罰過款 罰過幾十萬 當然有很多 這個 這一檔 公眾微信號上面 高調反駁 就說 我們過去七年 你說我們遺規 如果遺規早就倒閉了 雖然政府部門調查過我們 但是也是 滿意我們 就有很多零投訴 這一檔 懷疑 塵壓式銷售 內地 都很緊張 大家 小心點 如果有發現有些朋友 就好像加入這些內地電商平台 去賣什麼護膚品 又說高分子美白 有很多 又說面膜可以吃得 我看過很多內地的視頻 都是踢爆這些電商 裡面的手法 他們怎樣去 欺詐 怎樣去營造一些美好的環境 感覺上 你好像發達 某程度上 很接近KK園區 當然 未去夾到 夾到你做詐騙集團 未捆綁你 未禁錄你 但是 那種銷售的形式 都很像 另外看看廣州方面 現在有一位非裔人士竟然握刀威脅 這些清潔工人 不是吧 究竟是不是真的 因為近日在內地有些視頻引起關注 上面加了一些文字 網報出 黑人男子 跟 還衛工 即是清潔工 發生衝突 黑人 拿著 菜刀 捉住人家 衣服 是不是作勢想砍他呢 這條視頻引起熱意 不少網民就指出 廣州越來越多非裔人 對當地社會環境治安造成影響 希望當局重視有關問題 有網民就表示 實情不是這樣的 究竟是怎樣 因為只有20秒 頭幾秒看到一位非裔男子拿著刀 一手 推開清潔工 另外一名男子上前 打算拿走菜刀 隨後 第二條視頻看到這位非裔男子 抽著 清潔工的領 在爭執 而說到這位非裔男子的情緒很激動 究竟是怎樣的呢 不知道 有人說真相 其實是這位清潔工和這名 非裔人士發生爭執 菜刀就是這位清潔工拿出來 但是很快就被黑人 奪了刀 而 刀在他幾秒後就交給其他人 廣州方面 暫時沒有證實這件事 究竟是誰是真 但是怎樣也好 剛才我一開始也說 廣州的越來越多 非裔人士 這件事的確是事實 所以廣州人 都很緊張 他們很害怕 另外有女竹肉絲 自稱被客人灌醉強姦 檢方指出 證據不足 警察補充說偵查當中 在佛山市 有一位 竹肉女技師就說 他在4月初被客人 周某君 灌醉 於是就帶了進去酒店強姦 但是其後 這位周某君就否認 我沒有強姦 反指這位竹肉店的女技師 收了錢之後 就調轉槍頭 屈我強姦 這樣嗎 目前 檢察院認為證據不足 警察方面就說要補充 調查一下 究竟 真 還是假 這個真的要研究一下 究竟是勞資糾紛 還是真的強姦 都要還大家一個清白 另外內地16歲到24歲 年輕人士失業率 攀升到超過20% 去到歷年最高了 難怪我們的習主席都呼籲各位年輕人 下鄉 自找苦吃 真的要弄一下農村生活 弄一下農產業 既然 高端科技人口 高端科技那一部分 好像飽和 甚至乎有工廠那些又沒有那麼多訂單 那不如 繼續調理一下農務 根據國家統計網站的公佈數據顯示 4月全國城鎮 調查失業率是5.2% 比上個月下降了0.1% 但是 16到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由3月的19.6% 上升到4月20.4% 有一點就上升了 內地官員也說到 目前就業結構性問題仍然比較突出 今年大學生畢業人數再創新高 年輕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 又多一批人畢業 數字就越來越龐大 很多人還是投入不了勞動市場 所以現在都麻煩了 所以國家都要想辦法去針對 扶持一下 究竟怎樣幫一些 剛剛畢業的人士 又或者他們現在出現在打工的失業的年輕人 如果不是 周圍 到時候都是人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工作 那就出現了另一個治安的問題 另外 亦都跟大家看一宗 保馬壯人案 這宗事件又說 他又不服上訴 原來 這個司機就說為了發洩 個人情緒犯案 有傳之前說他富二代又是成成 原來根據官方現在公佈 他是假扮富二代 他又假扮富二代去追女子 就被人踢爆了 老修成怒 所以發脾氣 你也 蠻癡的 所以就跑去拿個保馬就亂撞人 這件事件 你上訴也沒用 如果是這樣 就打一把 真是 這位 這位 所謂的 扮富二代撞死人的司機 男士 他亂買東西 就被父母罵他 因為他為了扮富二代 一定是在家裡亂花錢 衝大頭鬼 誰不知衝不到 被人刀爆了 這件事件導致了多少人 無辜遇害 命送 在他的車下 你說這真是多離譜 簡單一點做一個人 不行 這些是一頁來的 真是 真是前世 好 最後 跟大家看看 內地有條隧道 在遼寧大連市 在這個月頭通車 剛剛半個月 就傳出漏水了 有網傳看到 隧道一邊的水 是海融進來 很危險 是不是真的入水 是海底隧道 是不是 串洞呢 市管局回應 說是消防管道損壞 那就弄好了 這樣就很幸運了 嚇倒了 海底隧道 穿洞入水 活埋 水煙 真是大災難 幸好沒事 今集先講到這裏 下次再講 拜拜